大家好,今天是2月3日 今天大市整體有些回調的壓力 上升最多的板塊是農業產品 整體的板塊升了1.1% 至於其他資訊科技、金融、石油、天然氣 他們接著就排前幾名 而將電池的汽車在今天跌幅 這個板塊跌幅是最大的 我現在看到也是 升跌雖然好像是雙弱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跌的板塊 就會有電信服務行業、保險、銀行 這些所謂一般普通投資者 認為比較上面經常會買賣的板塊 都是跌得比較多 而維持始終有升幅就是軟件服務 半導體、醫療保健等等 今天的恆生指數在期貨上 在周線圖上 還是在保力加通道上軸的下方 始終還是看短期的阻力就是293 昨天已經提及了 而下方短期支持就是282 如果今天也能否回到293 始終還是看恆生指數 有些方便會回到282 或者更下 至於這一點大家值得留意 前一兩天的升勢 大家投資者是很興奮 認為會是跌完了 但是大家細細細細細看一看 無論是春節期間,爺爺會不會被你炒過籠等等 都不是那麼容易說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很多人認為在2021年 美國聯邦美儲局和中國央行 都是行一個寬鬆的貨幣政策 但我自己覺得要小心 沒錯,兩個社會都需要錢 不過錢將它用在財政政策而來 不是由透過聯邦儲備局或者央行放水而來 而這個是有個不同的 如果是由政府放水出來的話 主要很多是會去做一些所謂的福利救濟活動上 由儲局或者央行放水出來 那些錢才真真正正會比較多些 容易進去投機炒賣方面 所以兩者放水是很不同的 如果是政府放水的 就是給你去買柴米油煙 那你炒得多少呢? 如果是央行和美儲都放水 就好像是封東大利是給你 怎麼使用呢?是由你自己決定 所以才有Gamestock那些散戶 將拿到的錢都阻擋去買Gamestock這個股票 不過很簡單 這些事情之中 以衝動而來做散戶的 一定是得到胸口得到勇志 自然就會掛得 這個是日線圖六個月的 它亦都在中線中軸陪圈 現在很重要的 跌不跌穿這個中軸 若然跌穿這個中軸 就會向下面這裡移動 中軸是多少? 中軸現在是288 放大一點 中軸就是288 288和290不差很遠 我就覺得如果它跌穿288 它就可能需要跌到282 如果真正下跌的話 它應該跌到底下這裏 底下這裏就是274 我覺得暫時未去到這麼多吧 守住這裏 守住這裏 然後等這條下軸線慢慢移上來 看看能否移到282 有朋友問月秀房地產 基本上前幾天有資金流日 今天有資金流出 在周線圖上面 它是跌穿了下降軌 這個是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理論上它會繼續向下移動 在日線圖呢? 有一些不同 它已經試完了底通道 開始想上去上面 那我就覺得 在1.5左右 很奇怪 是月秀的一個最近 在大約一年左右 一年半左右 一個基本的底支次 若然是這樣 我傾向看它 是會由這裏向上移動 但是升上來也好 我都希望去到現在它是1.53 那我就希望它怎樣? 升穿的1.55 就是這個中軸這裏 1.55就是這個中軸 升穿了才去吸納 升穿吸納代表有聲勢 上面就可以看它去這裏 保力加通道的是上軸位 有朋友問奧能建設 很多人都不明白奧能建設做什麽 建設什麽 只能給它圖你看 它就真是很具體建設 這位朋友 如果拿有奧能建設的話 十分之好 如果沒有拿有 我就勸勸 就要提得小心些 因為它開始已經進入 保力加通道上軸的下面 會不會已經升得夠呢? 市盈率絕對絕對不低 百一倍 息率只有1%左右 在這裏面來說 如果你看日線圖 你看到應該視乎 應不應該要獲利呢? 這個大家的圖已經可以清楚看到了 有朋友問 金瑞絲生物科技 夠不夠? 因為以前我曾經介紹過金瑞絲科技 只虧虧 只虧虧 好像是賺了賢後才只虧虧 虧虧虧 因為虧虧 都未賺過 忘記了 可以找回 它問了 今天真正好辣時間 今個禮拜 雪一聲上來 喜臉上去 雪一聲上來 就向保力加通道的上軸 試探路程 在日線圖上面 更加升穿了 上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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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11.9 現在是12.5 在這點 怎樣做呢? 我覺得 如果它升穿了上去 它可能會移動到上面 再移動上去 上面看望13至14元 你可以現時湧進去 或者你等一等它 回下來 去到大約12.1 左右吸爛 看看周線圖來說 是 再問它去13至12元 不是太高 因為之前它曾經在20元下跌下來 銅銅堂科技 這也是很多時候 沒有太多人 弱就有買 股就少買 它這裡 周線圖上面 它亦都在挑戰 這個保力加通道 它是中軸 似乎是挑戰 是有些成的 就可以向上面看 上面看 這個保力加通道 是5.4 左右 這個日線圖上面 你看到它 已經造出一個 三個底 這三個底 似乎應該就是 在日線上 似乎在做底 既然在做底 這個調整 可能會完成 就是向上望 向上望的話 我們會看 第一 市這個位 市穿這個之後 以這裡作為一個 似乎會不會看到 是一個雙底的形態 升穿這裡之後 再上望 量度升幅 就要向上面 去到五個半 或更上 阿里巴巴 我一直都不太推薦 買阿里巴巴的 大約去到200 是這個 很早的時間 我已經說它 大約去到290多 我就說它會跌下來 到今天 我又覺得 阿里巴巴有得想想的機會 第一 它已經調整了這麼多 第二 它試圖想反映 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在日線圖上 就已經升了回來了 今天阿里巴巴表現不好 這麼多 所謂的科技股 之中阿里巴巴是跌的 為什麼大家需要有留意呢 細心看看 這裡有一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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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是在做一個頭肩底呢 如果頭肩底 它只要一天升穿了這個 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即是271元這個位置之中 它就會 上軸271元的位置 它就會成為一個 這個 是頭肩底 頸舌突破 上面量度的升幅 就可以去到超越300元 在這點裡面 我覺得 有得想想 最主要要想想阿里巴巴 不要看它現在目前 是不是受到制裁 這些 它一定會慢慢解決這個問題 阿爺不會想捏死它 它也很希望 繼續去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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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配合 現在問題最主要就是 阿里巴巴 是 其實 每一天是賺8億元 這個數目是不小的 在這一點來說,當然不是全季度 是最近的業績季度 若然保持這裏的話,就很不得了 一年賺二千多億 在這方面,你一定要看到 去到這裏看回它,它可能會上去 它現在在這點的話,我會覺得 如果它稍微跌了一點,我希望它稍微突破了 起碼突破這個位置,就是二百六十二元 不是趁低賣,突破了之後,我才去賣它 希望它就形成了,只有一種股票 不是你看它好,它就會升 是要人人都看它好,就會升 同樣,好像美國賣GameStop那些散戶 是它看那隻股票好,於是便欺負了 人人看它好的時裝都可以 有沒有基礎呢?你沒有賺錢 你賺錢之後,便有得說 不賺錢,是沒有用的 賺錢,這個是硬道理 今天會推介的是中海油 過往五日都有資金流入 中海油,在周線圖上面 它也特別了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在日線圖上面,就更加會上去 九元左右跌下來,現在是八個四 上面可以看多少?看9元 為什麼會這樣看呢? 第一,這個是沙地阿拉伯 它減油,減產 似乎今次很狠心去減產 為什麼呢?因為它現在 已經在高位賣了油價出來 出了股票 變成要撐住股票 它減了油的話,它不需要開採這麼多油 可以留下財富 它另一手的財富就是股票 所以它減產之後,擠高油價 股票的價格就升了 所以對它來說,油價升 是利好它自己本身 已有在地上的負存 石油的負存,的殞存量 以及它現在手上的自己 是沙地阿拉伯油的股票 因此它是很樂意去減產的 這點跟以前是有一點點不同 在這點來說,中國海洋石油 它應該可能有機會 看上去九元這裡 當然了,不是一步登天的 是要慢慢來 如果要慢慢來的話,就是這裡 去到這裡 首先,我覺得可以在現在試看看 支持就在八個二左右 如果跌短八個二,就要止蝕了 然後再追蹤,就再看上去上面 希望可以看上去九元 今天就講到這麼多 這些就是以往推介股票的紀錄 另外這個就是回答觀眾的提問 如果大家有些問題的話 可以上來這裡看看 有沒有以前觀眾問過的問題 你可以作得參考一下 因為我必定可以每次大家所問的 都可以馬上達到大家 很多謝大家 稍 League